亲爱的小胖友们,好久不见,想我了吗? 圣诞节到了,今天就来一起做个简单的小饼干吧 在普通黄油饼干的基础上,简单的画一些糖霜之为装饰 就可以营造满满的圣诞氛围 黄油饼干的做法之前在饼干经长的那期视频里面已经详细的说过了 让我来检查一下你们学的怎么样 先 再 然后 最后 啊,您完全没打算学会是吗? 揉好的面团冷藏一小火,擀成厚度均匀的面片 然后用模具压出你喜欢的形状 送进预热好的烤箱,150度烤半小时 在此期间可以来准备一下糖霜 在糖粉中加入鸡蛋清混匀 可以加入少量柠檬汁调节粘稠度 然后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红的黄的蓝的黑的 当然如果你不是色素狂魔的话 那么只用白色就好了 同样也可以画出很好看的图案 不过再加上红色和绿色以后,看起来会更加圣诞 这是我的圣诞小饼干 看看你的 当然了,如果买了模具只有圣诞节才能用 那就太浪费了 我们大可发挥想象力 来做点有意思的东西 猜猜我是啥 猜猜我是啥 因为这期视频做的东西比较简单啊 为了防止你们说水视频呢 最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被问到比较多的问题 那就是新手入坑烘焙 应该如何挑选烤箱 首先最需要关注的是烤箱容量的大小 根据我的观察 大部分新手在刚入坑的时候买的第一款烤箱 都是10到20升的容量 大概是看重它小巧好操作吧 但是小烤箱基本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温度不够准确 而且内部温差大 下次你烘焙失败的时候 可以仔细的想一想 就算你自己有99%的责任 烤箱难道就没有1%的责任吗 另一个不推荐小烤箱的原因是 过小的容量一般只是用来烤蛋挞或者鸡翅 如果你后期想做面包或蛋糕的话 小烤箱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 到时候换大烤箱 又得多花一笔钱 还不如一开始就一步到位 直接购买30升以上的烤箱 除了容量大小以外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点是它是否具有一些实用的功能 比如说能否上下管单独空温 温度范围是多少 是否具有发酵功能 有没有电子显示屏和内部照明灯 是否便于清理等等等等 可以根据你个人的需要 对它们的重要程度进行一个排序 在选烤箱的时候 把它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 这样就可以在预算范围内挑到最实用的那一款了 我要分享的大概就是这些啦 最后祝大家都能顺利选到最适合自己的烤箱 在新的一年一起快乐的入坑烘焙吧